第一次见面,但是很久以来我们整个中国的所有耶稣爱教会都在为这个教会祷告 去年我们在首尔也见面了 我也真的很感谢人 因为去年大概七月份的时候我来了一次纽约 那个时候我站在一个纽约帝国大厦看纽约前景的时候 我就想会有人在这里告白耶稣是基督吗 会有人在这里听见原色的福音吗 那个时候我就跟神祷告了 没有想到一个月以后 然后我们教会的何牧师和毕师母就来我们首尔也在教会了 所以我非常地感谢 在那祷告的时候发现原来在纽约也有我们这样的通报 我是在十五年前先认识了基金者牧师 然后又认识了基金全牧师 我原来是一个不信者 我出生在一个医生家庭 我的父亲是外科医生母亲是内科医生 后来我大学毕业我也做了医生 我父母是经历了十年文革的这样的一代人成长的 所以他们是生了很多的苦 然后我是在他们的照顾之下长大的 就是没有什么温饱问题这样当中长大 但我们都是不信者 我就是在无省论教育上长大的 然后以前我的母亲带我去过中国的那个大教三支教会 我那个时候觉得三支教会特别没有背离 全是老头老太太 然后一进去看就是白画画白活动一片 然后我跟我母亲说 以后你们要让我再来这样的地方 我也不可能吸引俗 但这样当中认识了基金德牧师 然后又认识了基金全牧师 我听见他们所讲的语音 跟我以前听见在大教会所听见的语音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们说这个世界有黑暗有魔鬼 然后我觉得就是说到我心里了 虽然我就是好像看起来我人生没什么问题 在公主的照顾之下 然后上班了 然后有自己的房子 自己的工作 自己的车 但是我常常并不觉得我幸福 然后总是在深夜里面想流泪 然后总是有的时候甚至觉得有一种特别大的恐惧感 我也不知道这个恐惧是从哪里来的 然后我就想可能是我自己想的太多了 就是多愁上感吧 按中国的话说 然后我就会用自己的方式去排解 但是越来越觉得这个恐惧越来越大 但是听见基金全牧师所讲的颜色谱业以后 我才知道这个世界真的有一个灵体存在着魔鬼 但是因为我原来是无神的者 然后我们还是医生家的国 我觉得认为这个世界有鬼和神是很愚昧的事情 这不是符合科学的事情 但是基金全牧师很清楚地讲了 那个惧怕是从哪里来的 像建议 建议当中跟随了原说福音 然后那个时候和亲民流牧师在哈尔滨 开始了中国的第一个母教会 哈尔滨液业教会 那个时候就是我们以待的连桌子都没有 就是很艰苦当中 我也看到基金全牧师 那样的艰难当中去中国很多农村的 很坚固的地方一点一点穿住去 但是相机学问师讲的 那样的艰难当中就是跟圣经里写的那个使徒行段特别像 就很多加利利人聚在一起 我那时候看教会就是太难了 然后我印象中我觉得教会是这个样子吗 但是随着信仰生活我才发现 其实一切都有神的计划 在那样的艰难当中我们不断地告白 在耶稣圣 我们到外当中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奇迹发生了 然后我自己身上也有就是医学就一直没有能跟随的疾病 就是假抗的疾病 我的疾病也好了 然后这是很基本的 然后不见的我们都有了变化 教会的主任没有了变化 然后十多年当中就觉得我们居然就是在很多的地区 大概十八个地区都有我们的地教会 然后这些地区很多 那么中央平雄被压制 然后我们也惹来了很多痛苦的人 一起告白耶稣是 耶稣是 耶稣是 我们居然出现了很多的故事 他们原来就连犯了身上的人成为了故事 然后我自己本人也是我也发现啊 我的恐惧慢慢的变成了使命感 我知道我在做什么了 这样当中如果没有遇见机 然后是没有听见人所否认 我不可能站在这里 但是今天能站在这里 然后能看见大家 我特别的感谢神 因为听见了基督 所以在基督里面有一切的能力智慧 然后回去我也会为大家祷告 希望我们一起尝尝的告白 耶稣是 我和我是 谢谢 阿们 阿们 A们 A sono A sono Find A A A B B A Find любов A